去年才接任云门舞级艺术总监的郑中龙 以十三声舞马在国际舞台获得热烈回响 今年6月份云门十三声将来到花莲演出 郑中龙在4月25号也特别先来到花莲 举办了身体这一艘船艺术讲座 除了分享编舞家的心路历程 让花莲乡亲可以认识舞蹈之美 也欢迎喜爱舞蹈艺术的民众 不要错过十三声在花莲的巡回演出 出身台北盟甲的郑中龙 2020年出任云门舞级艺术总监 从摆摊叫卖的幼年汲取到创作灵感 他的作品交织着街头张力还有人生百态 他的作品十三声2016年首演就造成轰动 他挖掘了台湾传统庶民的文化记忆 这个作品十三声其实他是一个猛假的传奇人物 他是一个说书人 他可以一个人扮演很多角色 他可以一下演男生一下演女生 一下演老人这样 所以我们就很希望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 去看到许多台湾长民的生活里面的一些身体的动态 把它变成舞作 然后呈现给大家 那这个作品也有人说很像台湾的百老汇 就是舞者比较辛苦 要在现场唱歌 然后现场跳舞 然后也有人说这个舞作很彩色 有非常多很丰富的色彩在这个舞作里面 所以在台北演完之后 台北很多观众都很喜欢 就是大家都觉得 好久没有看跳舞没有睡着了 就是说可能是这个作品他很丰富吧 让大家都可以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个作品 6月5号到6月6号 郑中龙作品《十三生》要来到花莲演出 郑中龙本人4月25号也特别在花莲举办一场 申请这艘船艺术讲座 除了分享编舞家的心路历程 要让花莲乡亲认识舞蹈之美 也欢迎喜爱舞蹈艺术的朋友 不要错过《十三生》在花莲的巡回演出 介续会欢迎时报道